哈喽大家好,我是戴尼去看非洲 今天来当地的动物园玩了一下 路上有一条乌坎达当地唯一的一条高速公路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这条路还没上高速 看一下街边的景色 不过这段路也算好的了 主要还是机场恩德培到坎帕拉市区有一段高速路 马上要进入这个高速路了 前面就是收费站 大家猜一下这边的收费站是怎么收费的 其实看一下都是空的 这边的话就不存在收费了 非洲人想让它收费简直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只是个摆设了这边收费站 大家看一下这前面是什么 不是稻田不是小麦 一片糟糙地 这个面积很大了吧 开发出来做养植或者做种植不错吧 这条路应该算不错的 前几年中国过来帮忙修建的 不过现在车辆的话比较少 应该也跟运行期间航班停运有点关系吧 差不多就几十公里 那边 整个路都卡路了 边地还是比较多的 看一下这边的城市街景 也在街景市里面了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工厂了 有高速路确实方便很多 国内的话就很普遍了 但是这里就这一条 不过说要高速路收费的话 这边的黑人肯定是不情愿的 估计之前收过但是实施不了 就现在一路绿灯了 不过公路上面 大家看到的两边有很多土地 没有开发的 还是有很多发展空间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有点